1月30日 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 在玉珍楼举行猴年迎春联欢会 近百人参加了活动 中领馆教育参战袁东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陆强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监事长 顾掩石等社区各界代表到场祝贺 协会监事长陈春生 荣誉会长萧毅 也都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联欢会上最温馨的一幕 是为一批年近80的老前辈集体庆生 协会荣誉会长萧毅 陈春生刚过了80岁生日 其他几位荣誉会长和一些资深的会员 有的年近80 有的已经过了80 协会为他们集体庆生 向每一位老前辈献上鲜红的玫瑰花 洛杉矶作家群自去年在洛杉矶举行美中华文文学落坛上集体亮相后 已引起世界华文文学界的广泛重视 协会特别呼吁前提会员积极创作 拿出更好的作品 参加将于金秋在中国举行的 由中国桥办和世界华文文学会筹办的 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 联欢会由副会长北奥秘书长李山主持 会员艺术家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洛杉矶作家群这个名字是叫出来了 然后今年秋天的世界华文文学大会 在中国国内开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作家更多的作品 去参加那个盛会 拿出我们最好看的最漂亮的成绩单 这是本台记者报道的 这是本台记者报道的